王献之临终前的这幅字 超越了他的父亲王羲之 王献之帝皇汤帖又名心腹帝皇汤帖 现存莫记是唐人魔本 又传是米符的宁本 帝皇汤帖用笔外托 笔画源于而纵意 极富节奏感 起始 心腹两个字写得古朴凝重 符字以后渐渐放开 到第二行已经很洒脱 笔画绵绵流畅 提案一刃自然 纵放子如 充满韵律感 此帖点画尖紧 用笔一丝不苟 是沿袭行书需精心探究的法帖之一 根据有关的历史事件推断 此帖当写于东晋太原11年 即公元386年 是王献之生平最后的一幅作品 是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在王献之到唐太宗的近300年里 王献之在舒坦的地位一度超越了其父亲王羲之 成为那段时期备受百姓喜爱 多位帝王推崇的殊胜 而帝皇汤帖也成为历代灵学的经典之作 其原文是 我爱人服用地皇汤以来 病情似乎有所减轻 但睡眠和饮食仍然不好 我的忧虑无法消除 你们先前所讨论之事 想必已经谈到了 谢生没有回来 这是为何 他进退无常 实在令人费解 我要写信去询问他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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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